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乌山县王北有许多大山 山下有个十庙村 村里的甜土有限 村里人都是靠山吃山 闲时都到山里采药打猎 赚钱补贴家用 村里有个叫张铁的老光棍 张铁是一个采药人 为人憨厚老师 四十好几了还没娶妻 他家没有什么甜土 完全是靠着大山生活 前些年张铁有个好友正风 比张铁大三岁 正风带张铁很好 一直都当他是亲兄弟一般 两人时常一块进山采药 正风身手敏捷 每次采的药材都比张铁多 但出山后卖的钱 却都与他平分 正风已经娶妻 妻子李氏对此事自然有些不满 私下也在正风耳边抱怨 但正风总是不听 他认为不能亏待了兄弟 后来正风不知为何脑子出了问题 他觉得活在世上没什么意思 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本道书 开始潜心修行 张铁和李氏都苦口婆心地劝他 可他根本听不进去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一天正风在村后找到张铁说 身在这红尘俗世 终究有太多前半 我决定斩断一切尘缘 进入深山修行 你可要与我同去 张铁大惊 连忙拉住他相劝 可正风只是轻轻一下便正开了 只见他飘身而起 脚踏草间凌空飞灶 身子如飞燕般掠过李木 独自往深山去了 这时张铁才知道 正风竟然修炼到了这种地步 原来他真不是闹着玩的 张铁去到郑家 把所见之事告诉了李氏 李氏听后根本就不相信 还说他们二人串通 编个谎话来骗自己 可是过了两三个月 正风还没有回来 他知道这个男人已经抛弃了他 张铁看着李氏毕竟是一个女人 现在日子也很难 念在以前正风的情分上 经常送些米粮给李氏 照顾他们孤儿寡母 一天晚上 张铁送粮食过去时 李氏一把拉住他说 现在那死鬼想必不会回来了 你这人心地不错 不如你娶了我 咱们成个家过日子 张铁听后大惊 连忙一口拒绝 在他心中 李氏是尊敬的大嫂 哪里敢娶她为妻 李氏当即变了脸 将他拿来的东西扔出屋外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 后来村里传出留言 说张铁虽然个子高大 但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哪个女人嫁给他 都会一辈子倒霉 对这种事情 张铁也是百口莫辩 又过了大半年 李氏带着儿子 改嫁到临阵去了 听说日子过得还不错 张铁此后再也没能娶媳妇 就这样熬成了一个老光棍 这天 张铁又进山采药 为了采一些稀有的药材 他冒险翻了几座山 进入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山谷 在这里发现了一些 年份久远的黄金和合手屋 他正在兴奋地挖药材时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狼嚎声 张铁吓了一跳 深山玉狼那可是十分凶险 他连忙停止采药 打算找个地方躲避 可很快 一群狼随着此起彼伏的狼嚎声 向他围了过来 张铁慌忙逃跑 不多时来到一面巨大的悬崖下 就在焦急万分之时 突然悬崖下的草丛里 钻出了一个身穿花裙的妇人 这妇人看起来二十出头 一双眼睛明亮动人 眉眼间透着万种风情 是世间一等一的美女 妇人看着张铁说 大哥 你是干啥的 为何这般慌张 张铁连忙说 有狼追过来了 赶紧跑啊 不然我们都难逃一死 妇人听了此言 一点也不见惊慌 看着他说 原来大哥是怕狼啊 去我家避避吧 对你来说 被狼围住了的确有些麻烦 张铁有些不解 这都危急关头了 这妇人叫去他家避 他家在哪里 难道就在这山中 妇人向他一招手 嘴里说 跟我来 便在前面带路 那妇人带着他 顺着牙壁往前 行走数十丈后停了下来 张铁心中不解 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房屋啊 就算有人大胆 敢把房子修到这深山里 可如何能抵挡野兽呢 这时 只见那妇人走到石壁前 用手贴着石壁 嘴里大叫三声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只见光滑的崖壁上 突然浮现出一扇巨大的石门 那石门缓缓打开 张铁吃惊万分 但听着狼嚎声越来越近 在妇人的招呼下 连忙躲进了大门内 二人刚一进去 大门就一下关上了 这是一个宽敞的石质通道 约一丈多宽 两三丈高 通道壁上嵌着一些夜明珠 发出的光虽然不算明亮 但可以让人看清地面 妇人带着张铁 顺着通道而行 走了近半个时辰后 眼前突然一亮 他们从通道中走出来 进到了一个鸟语花香的山谷里 山谷正中是一片平坦的草地 草地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儿 一条清澈的山溪 绕着草地周围流过 在草地中央 有着一座篱笆小院 院子里是几间木屋 妇人看着张铁说 到家了 走吧 我就住在那儿 张铁感觉如同做梦一般 这妇人住的地方也太美了 如同仙境一般 想必她也不是凡人吧 难道真的是神仙 妇人带她进入屋中 又拿出香茶招待她 张铁心中十分惶恐 问道 姑娘住在这种地方 莫非是神仙 那妇人王阿姨笑说 奴家名叫云娘 虽然不是天上的神仙 但也是地上的仙人 实不相瞒 我是山里的妖仙 在这山谷里隐居修行 已经有八百年了 今日闭关正好出关 感应到洞府外有人遇险 所以出手救你 张铁听后连忙站起来行礼说 多谢云娘仙子 若非你出手相救 今日怕是要葬身郎口 这救命之恩 日后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云娘听后却笑着说 做牛做马 我是仙人 牛马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云娘又看着她说 我的夫君也是要先 但在数十年前 渡天节时却遭遇不测 死在了天累之下 如今我倒是缺个男人 你如果真想要报恩 就对我以身相许吧 你虽然长相一般 但还是个童子身 对农家也还有些用处 听了云娘的一番话 张铁吃惊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男人对女人报恩 也能以身相许吗 那到底是谁占便宜呢 云娘见她不吭声 脸色一冷问 你嫌弃农家生得丑吗 不同意 张铁回过神来 赶紧就答应了 这样的好事 竟然让她遇上了 云娘转怒为喜说 我们做仙家的 也不讲什么俗事之理 今晚农家便置办一桌酒宴 我们喝个交杯酒 就算是夫妻了 你放心 日后云娘不会亏待你的 张铁有些哭笑不得 倒好像她是女人 云娘是男人一般 一番说话后 二人关系亲近了许多 又喝了几杯茶 云娘便去除下忙活 准备丰盛的酒时 月亮升起时 在小院里摆好了一张木桌 上面摆满了山珍海味 张铁和云娘已经拜过堂 开心地吃菜喝酒 酒过三巡 两人四眼对望 生着浓浓的情意 随后云娘主动上前 投入张铁的怀里 两个人在地上翻滚起来 云娘说 夫君 奴家毕竟是要先 日后你不会嫌弃我吧 张铁连忙对天发誓 表示今后海枯石烂 绝不变心 云娘说 夫君 既然如此 你闭上眼 我们玩点刺激的吧 张铁听话地闭上眼 又在地上滚了一阵 感觉衣服全都滚掉了 张铁感觉怀里的妻子 有点不对劲 他睁开眼一看 顿时心中惊骇无比 这时候 他怀中抱着一条 海腕粗细的大蛇 而那条蛇身子弯曲 将他整个人给紧紧缠了起来 大蛇见他动作僵硬 略微松开了点 蛇嘴吐着一尺多长的线子 嘴里道 夫君 奴家的本体就是蛇吗 你不用害怕 我们蛇类在配合时 需要献出原形来缠成麻花 才能够成功的 你虽然是人 也需要按我们的规矩来 你闭上眼 放松一点 不会有事的 张铁心中十分害怕 但他后悔也没有用 只好闭上眼 任那条大蛇缠住他 将他活活折腾了两个时辰 才满意地放开他 随后 大蛇变回了云娘 将精疲力竭的张铁抱回屋中 放在一张软软的箱床上 让他好好休息 云娘随后出了屋子 来到屋外的西边盘息而坐 开始练画他从张铁身上得到的原养之精 祝他增长法力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 张铁就慢慢接受了此事 云娘虽然有时候会变成蛇 但对他还是颇为温柔 从来没有伤害过他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云娘并没有怀上孩子 只是他身上的法力比以前深厚了近一倍 这让他十分开心 有这样的法力 杜劫飞升也没什么问题了 这天云娘说 夫君 这一年多来 我时常给你吃大补之物 目的是想利用你的原养进行修炼 但你对我的感情 云娘也看在眼里 如今我法力足够 不需要再炼化真经了 我为你生个孩子吧 以后我非生了 你也有子女作伴 很快云娘就怀上了 过了半年多 云娘就果真生出了一对龙凤胎 都是正常的人类婴孩 十分聪明伶俐 有了子女 夫妻间的感情更好了 孩子刚半岁时 这天云娘突然告诉张铁 说她的天节来了 要张铁带着孩子离开 她自己渡劫后 上天就会降下接引之力 强行将她引渡到上界 张铁没有办法 只得抱着一对儿女 带着妻子给的许多珠宝 顺着那十币的出口离开了 不久后 那座大山上空雷鸣电闪 最后半座山头凭空消失了 张铁心中不是滋味 或许妻子已渡劫成功 非生上界了吧 她只好抱着孩子回村里 回村后发现一个人都不认识 而自己家的房屋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她找村民们打听 才知道离自己近山 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 张铁到镇上买了大宅 请了先生教导一对儿女 多年后儿子考中了炭花 张家也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张铁和云娘虽然不是同类 但最终却走到一起 做了恩爱夫妻 让人十分艳羡 只是这个过程却比较艰难 毕竟不同种族间 总会存在很多问题的 但只要真爱了 一切便都不是问题 故事也告诉我们 做人要知恩图报 恩人有困难时 一定要尽力相助 否则真的连动物都不如啊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